扦插繁殖是原意的一个重要部分,它可以让您从现有植物中培育出大量新植物,而生根剂又是你繁殖过程中的宝贵助手。 生根剂可提高成功生根的机会,尤其是对于难以生根的植物物种或木本叉枝。 虽然成品生根剂在商店中随处可见,但您也可以使用天然且经济实惠的材料,在家中自制。 但是,今天和大家分享自制生根剂的不同方法,总有一款适合你。 方法一,使用蜂蜜和白糖。蜂蜜也可以用作生根激素,因为它具有抗菌和抗真菌特性。 将一汤匙蜂蜜或白糖与两杯开水混合搅拌,直至蜂蜜溶解,使用前让溶液冷却。 将植物切口的末端进入蜂蜜溶液中,浸泡三到四个小时,再将其种植在合适的土壤中。 方法二,芦荟凝胶。 芦荟凝胶含有天然植物激素,可促进根部生长。 使用方法如下,从芦荟叶中提取新鲜芦荟凝胶,将凝胶直接涂抹在植物切口的末端。 所以,爱好种植的朋友不妨家里养几盆芦荟,它们有很多的用途。 方法三,使用肉桂。 肉桂粉可作为生根激素,还具有抗真菌特性。 将植物切口的末端进入水中,使其湿润。 将湿润的末端滚入肉桂粉中以覆盖末端,再将枝条种植在土壤中。 方法四,使用苹果醋或米醋。 自制生根水时要小心,量不要太大,也要选择无盐的产品。 将三茶匙苹果醋混入一加仑水中,您需要将其存放在室温的密闭容器中。 然后,当您准备使用时,将枝条进入苹果醋生根激素中,并浸泡过夜或半天的时间。 方法五,使用阿斯匹林可加速生根,因其含有乙鲜水洋酸物质。 此物质是一种植物生长激素,您将在一加仑温水中,加入一片常规强度325毫克阿斯匹林。 您需要在种植前,将叉汁浸泡在这种液体生根激素中几个小时。 方法六,维生素B12。 同样道理,药柜里的维生素B12,同样具有生根的作用,并具有杀菌的功效,将常用剂量一片药片碾碎,按一比一千的比例混合清水,然后就可以浸泡纤叉汁条了。 方法七,使用柳树汁水。 这种方法是一种古老的生根方法,但是很多地方没有柳树或不能破坏,我只是例举一下就可以了。 将新鲜的柳树汁切成小段,放在装满水的容器中。 常温水需要浸泡24小时或长达一周。 使用这种自制生根激素,在种植前,将植物切口的末端进入柳树水中,半天时间即可。 谢谢你的收看。